大家平安,欢迎继续过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纳红书第三章 也是这篇小先知书的最后一章 明天我们将阅读他接下来的那一本书 也就是哈巴古书 帮忙大家继续每一天跟我们来读圣经 领修 我们一起来学习上帝的话语 在来临的农历新年 我有一个特备的新年节目 会在除夕开始一直到元宵 每一天中午十二点 盼望到时候大家也能够收看 甚至能够传出去给朋友们 盼望那一个的新年节目 大概五到六分钟左右 是能够也有做到一些福音的工作 我盼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我们一起努力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来看看纳红书的第三章 这一章提到这个尼尼威 上帝审判 其实昨天也提到说 上帝把他看为是仇敌 那么上帝那么的愤怒 或者憎恨尼尼威 到底有没有原因呢 还是上帝说了算 他不喜欢谁就不喜欢谁 是不是如此呢 在这段的经文提到 上帝的审判其实是公义的 在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四节就提到这一个的尼尼威城 亚树的首都 他们在过去是怎么样的流人的血 或者伤害或者破坏别人的生命 第三章第一到第四节呢 有些人说这可能是在描写尼尼威当时的战争的情况 但是我可能觉得这是在提到 尼尼威过去怎么样伤害其他的国家 因为在第五节那边 上帝才说看到我与你为敌 我要心开你的下摆 这个裙摆 让人看见你的侧身露体 因此前面的部分可能是指向他过去的暴行 我们来看看这个亚树国如果是这一段经文是指向他的暴行的话 他是多么的恶劣 他说这流人血的尘 多少人的血在他的当中被在被亚树攻占的时候 多少人的人命是牺牲了 而且欺诈年年抢夺冲测犯罪的事情 掠夺欺骗总部窒息 还有边声响亮 车轮轰轰 马匹跳约 马匹跳约 战车奔腾 这里如果是指向亚树过去占领别的国家的时候 就是这一种的局面 现在他被别的国家来占领 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些的局面 在第三节提到说 这个的刀剑发亮 骑兵争先 毛枪闪烁 被杀的身多 而且尸首成堆 尸害无数 甚至人因为尸体就判跌倒 在走路的时候会被尸体判跌倒 这是何等可怕的一种的情况 再来 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隐形 就诱惑列国 用邪术诱惑万族 是指向亚树国 用他的财富 用他的计谋 他就侵略了许许多多的国家 这是上帝愤恨 或者真误亚树的原因 但是上帝不是没有给他们计讳 我们在读越南书的时候 看到上帝透过越南先知 其实是向他们发出审判的信息 而他们曾经悔改 又在走向灭亡 不顺服上帝的道路 这是何等可怕又可悲的一种的情况 因此第五节上帝就说 我要信开你的下体 让列国看到你的侧身 看到你的羞辱 上帝的审判 要叫亚树面对这一些可怕的情况 被羞辱 在列国中被羞辱 而且上帝说 要把可憎恶的东西 抛在你的身上 第七节说 看见你的要讲说 你尼尾荒凉了 有谁为你悲伤 我何处能够找到安慰你的人呢 纳红就是来自上帝的安慰 上帝的安慰 拯救曾经领到你尼尾 但是现在 尼尾找不到任何的安慰 没有人会为你尼尾悲伤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 提到什么 有谁没有时常遭受你的暴行呢 因为周围的人都曾经被尼尼威 或者被亚树来去恶劣的对待 因此当他们看到 亚树被上帝审判的时候 没有人来发出怜悯 这是这一种这样子的情况 那他说 上帝继续说 你能胜过亚门吗 罗亚门呢 罗亚门是埃及的一个地方来的 那么圣经说 他坐落在众河之上 有水为他的保护 有海来做他的这一个的维护 他的城邦 他的城墙 然后有埃及成为他的力量 但是呢 上帝 这一个这样强大的国家 强大的城市 在上帝的面前 仍然要被 有一天要毁掉 被上帝审判 在第十节讲说 被流放 被人抹去 亚树也逃离不了上帝的审判 第十一节说 你也比喝醉 也会因仇敌的缘故 而寻求庇护 上帝的审判 过去临到其他的列国 也会临到亚树 因此 整段的经文 第三章 都在向亚树发出 一而再再而三 强而有力的 这一个的审判的信息 这一节目 或许我们可以停在这里 做一点生命的反思 我们比亚树更强吗 就好像上帝问亚树 你比埃及不比你 你比埃及或者这个 罗亚们更强 你更强吗 你胜过他们吗 今天上帝也会问我们 我们比亚树更强 如果亚树 背弃上帝 不听上帝的真理 不行在正道当中 他也要遭受这样的审判 那你跟我又如何呢 感谢上帝 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 蒙救恩 蒙保护 给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的生命更新 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 生命转变更新 愿神拯救 愿神带领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 寻求你的帮助 以致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蒙恩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